包括我們那天在開 賽斯身心靈診所的 全院個案討論會 讓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我們有從香港來的社工師 自己賽斯家族的社工博士 我們有精神科醫師 我們有心理師 臨床跟諮商心理師 還有臨床跟諮商的 實習心理師 我們有護理師 我們有藥師 還有我們診所 大家可能最近不知道 現在有藝術治療 我們的維新 維新今天有來嗎 我們的維新 是美國阿德勒學院的 藝術治療的碩士 還有臨床心理的博士班的學生 他已經拿到正式心理師的執照了 然後我們有王淳心理師 在做的催眠治療 催眠治療 是一個正式心理師 且領友 催眠症照的一個部分 因為房間太多打著催眠的旗幟 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有點亂搞 我覺得有點亂搞 所以在一個 學術上的一個基礎上 由正式的心理師 來做這樣的一個催眠治療 其實是 我覺得非常的 值得信任 所以那天在開全院討論會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大家開玩笑 第一個 許醫師的性格叫人來風 人越多我越嗨 第二個是 我一向浩大喜功 我的性格一向浩大喜功 所以看到我們的 心念分促 跟這個廣固的新元丁 看到這樣子 所有的這個培訓 讓我覺得 真的非常的欣慰 那天天早上 禮拜五早上 是我們的教學門診 由我來做個案 然後透過一個 視訊的一個討論 即時視訊的討論 然後包括這個牙醫師也好 所有的醫師 專業人員 心理師 社工師 護理師 然後大家在一起 開始討論這些 如何來用賽斯心法 身心靈的觀念 來幫助一個 癌症的病人也好 身心急患也好 然後最近 還有很多很開心的事情 像上個月在賽斯村 也有一對夫婦 那這個先生 是在台中的某醫學中心 在當精神科的主治醫師 其實他算是我的學長 資歷比我高 大概可能大我 也許五六歲左右 然後他 因為他過去的一些狀況 他開始接觸賽斯心法一年多 他是一個 大醫院裡面的精神科主治醫師 然後到花蓮賽斯村 參加我的工作坊 參加完之後他很感動 為什麼我知道他很感動 因為他後來 不但付了工作坊的費用 還另外捐了一萬塊 給我們基金會 可是他有多感動 他很感動 他不但付了這個學費 還另外再捐錢 然後他說他開始在他所在的醫院 以一個精神科醫師的角度 開始看門診 看會診 也開始在推廣賽斯心法 而且他還告訴我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精神科醫師 在學習 接觸賽斯心法 可是各位大家知道 都很低調 都很低調 低調到我都不知道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學術也好 教學也好 慢慢受到一個認可 慢慢地走敷自己一條路 其實我是滿開心的 就像明明從五年前 當時還是一個 真的青春可愛的一位少女 好啦好啦 不要再求他了 到現在 大概從一路以來這五年 隨著他在念研究所 當時他也很掙扎 等一下我們來聽他的掙扎 他在學校接受的 正統的心理學的訓練 接受正統心理學的訓練 接受賽斯心法這樣的訓練 他如何天人交戰 有一次我記得他來跟我說 欸 學師快瘋掉了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 學校教的 跟社會另外學的 賽斯心法好像有一些衝突跟矛盾 我說當然啊 那他就說快瘋了 我就說 那 就是要繼續瘋下去啊 瘋過了 才可能慢慢好起來啊 沒有經過衝突 沒有經過矛盾 怎麼會找到自己的整合 跟面對自己內在的一個 更開闊的未來呢 所以他今天來 有三個目的對不對 第一個目的是跟大家分享 他的一些衝突矛盾 跟為什麼他會變成今天的他 這也是一個實相創造 第二個 他可能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在他父母面前怎麼做自己 他能做自己嗎 因為隨著他要成為一個正式心理師 在他父母親面前 他是常常歇斯底底的抱怨啦 跟父母親吵架啦 還是他慢慢能夠跟他們溝通了 真的能夠跟父母溝通了 再來 他今天好像有一個宣傳的目的 因為在我們 不管是信念分數 還是管固跟診所 我們常常需要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 學習跟成長的機會 比如說像到診所來 有時候有一些狀況 大家知道 許醫師常常會 轉介做一些服務 甚至有一些經濟狀況 不是太好的人 那我們都會盡量想辦法 看能不能用 減低費用 甚至可以用不用錢的方式 能夠幫助到他們 於是 有了我們信念分數 所謂的新元町 那新元町 它不是治療行為 它是陪談 簡單來講 有點像 過去坊間你們知道的 張老師 當然診所部分 有正式心理師 正式的醫療行為 正式醫療行為 但是在信念分數 在廣固這邊 也有我們的一個免費的陪談 陪著你心靈成長 聽你的一些困擾 但是並不介入你的身心疾病 也不介入你的很多的部分 明明現在也在做這方面的 學習跟成長 也是要來跟大家 宣傳這方面的一個 服務的部分 來 我們鼓掌 歡迎她一下 大家好 我叫做王明 那是賽斯德 首先是喜奇心理師 然後 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邊認識大家 那 如果是分享這個衝突的部分 不不緊張 不要緊張 我現在站在這裡 我看到我前面有一張牌子 上面貼著總統 下面還有一個總統府 X之鎮 原來我站的位置 總統站的位置 真的 等一下你們上來看 這邊貼一張總統站這裡 有沒有 他有貼那個mark有沒有 鼓掌一下鼓掌一下 不知不覺就當了總統呢 好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緊張 如果要分享的是 就是在學習心理諮商的過程中 然後一邊做專業的訓練 一邊接觸賽斯心法 那將賽斯思想結合在專業心理諮商上面的衝突 我想這個 有很大的衝擊 就會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 然後 這個衝擊是 因為一般賽斯 我們是以一個本體論的觀點來看人 然後我們看的是一個人 都是以知識或是一些專門的技巧和方法來協助人 可是 而這個 對於一個人本體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心靈觀點 並不一定為專業選術中的廣大族群所理解或認同 那在學校的課程當中 我常常會不知不覺帶著這樣的眼光在課堂上做分享 或者是說出我對於一個人的概念化 可是在過程當中看到的都是一片狐疑的眼神 甚至是一些反駁的怒氣 不過也不代表說沒有這個雅亮去接受別人的批判或懷疑 只是會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麼去站在一個讓別人能夠接受的立場去分享 因為會像這樣子去學習心理諮商 也是因為想要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人而已 然後可是另一方面是在賽斯生性靈診所實習的過程當中 當然很多事情會以賽斯心法的信念 或者是對生命的信任為主 然後在專業的方面可能就會 在專業的方面可能就會 在專業的方面可能就會 比較不是順序很優先的被批判 可是當在學校學到了很多專業的技巧或是專業的概念化的理論記出來 進入想要參與融合賽斯心法的討論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一個人在講什麼別人好像也聽不懂 你說得好像許醫師不是很專業的樣子 沒辦法再做一點解釋 不是許醫師不專業 因為是可能就是自己在學校學的東西 自己也不太知道怎麼好好融合表達 然後在可能自己的分享當中吧 其實是看我自己身上的狀況 然後就會有點懷疑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辦 可是後來我在 因為已經經過數一一一年的學習 還有說在診所的兼職時期 我後來找到一個就是暫時安定自己的很好的心態 是說 雖然說有各式各樣幫助人的方法 技巧 機構或是理論知識 可是其實這些東西回到他本身對人的看法 或是對哲學官的源頭或是他的本體論來講的時候 全部都不會跟賽斯心房所談的內容有所抵觸 只是在專業領域中的排達性很高而已 所以我心裡頭就會覺得 不管用什麼方法也好 就像許醫師剛剛講到有社工師 有護理師 有醫師 有藝術治療師 有催眠治療師 和一般的臨床和諮商心理師 他們所用的知識或方法 全部都可以以賽斯的合體哲學觀點來幫助人 是 還要講一下今天這個題目 你在父母面前能夠做自己嗎 那你從一個不知死活的學生 到慢慢即將要成為一個專業的心理師 你覺得在你跟父母之間的溝通 你覺得有沒有任何的進步 還是越來越退步 於是 對